因为每个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很爱它的主人 所以我觉得每个作品我都应该是用心去做 投入我最大的一个感情 还有精力去做好每一个作品 让它可以最大的还原它那个样子 可以把它送到主人的身边 让主人得到最大的那个心灵的慰藉 近年来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许多人已经把宠物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广州羊毛毡手艺人梁思思 通过它的双手令去世的宠物复活 让它们能够一直陪伴在主人身边 走进梁思思家里 可以看到三只小猫在玩耍 它们不时趴在工作桌上陪着梁思思制作羊毛毡 平常梁思思就在自己家里开始它的工作 这里摆放着不同颜色和纹路的羊毛 还有各式针刺等工具 它告诉记者 从六年前学习羊毛毡起 至今已经做了五百余个羊毛毡作品 第一个做的羊毛站的话是我自己家的猫 就是这个 它是腰哥 给我家猫做的 那时候我觉得非常满意的 觉得可笑了可笑了 觉得自己好厉害那时候 可能它那时候会偏Q版吧 就没有什么五官的 没有眉骨 但现在的话我会做好它的一个眉骨啊鼻子啊 就应该秃的地方秃的地方就要秃 我一开始的话可能比例做的不是很好 就做的头很大啊身体很小手很小啊 但是现在的话我会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它的比例上面去 嗯就是细节要兼顾好的同时 还有比例也要照顾好 记者注意到梁思思制作的每个羊毛毡都非常逼真 有的笑得很开心 有的眉头紧皱 梁思思告诉记者 它会研究各种宠物的五官特点 再根据主人对宠物的描述进行制作 我有个客人它家的猫的话 它是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 觉得自己是非常的有责任去保护这个家的 那我要调整它的眼型的话 也是要让它眼神看起来非常有责任心很坚定 所以它眼型是也是稍微要有一点点眼尾 要稍微有一点点向上的那个眼型 让它看起来很精神 每个宠物跟主人之间都有动人的故事 有些宠物主人会把宠物的毛发收集起来 寄给梁思思 用于制作羊毛毡 让作品更加真实 它自己作为养猫的人 对其他宠物主人的故事或其他要求都能感同身手 所以会付诸心血去制作每一件作品 我有个客人它养了一个串串 养了十年吧 然后后来它走了 应该也是太老了 然后走了 它找了我做这个羊毛毡 然后它收到那一瞬间 它妈妈 是它妈妈打开的 打开那瞬间它妈妈就哭了 因为它妈妈一直在照顾这个狗狗 跟它狗狗的感情是最深刻的 所以一下子就忍不住就哭了 觉得狗狗又回来了 梁思思介绍 她接收到的订单不仅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还有来自海外 由于做一个作品需要花费的时间比较久 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2023年 这些都是用羊毛来做的 整个娃娃的话 只有这个眼睛跟鼻子是可以直接买到的一个模具 其他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 现在应该排了有几百个单子 可能两百多吧 因为其实每一个作品我都要五六天左右才能做好一个 所以就会排的比较久 我是一个一个作品做的 对介绍 梁毛毡目前在国内还是比较冷门 梁思思表示 希望通过自己开课教授学生 发布制作视频 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有意义的行业 其实我也有教过很多学生 但是真的很少人能一直坚持下来 因为那个过程太繁琐了 要先塑形 然后要直毛修剪什么的 又要做到像 做到像那不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想通过我的授课 还有视频 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行业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加入这个有意义的行业里面去 我们下期再见